哈囉大家好我是Kai1 今天呢要來實測一個非常多網友會問我的問題 他們會問我說 如果我今天一整天的三餐啊 在健身的時候我三餐要在便利商店來買的話 我要怎麼去選擇我的食物 那一整天會花多少錢 其實這個問題我個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奇 於是呢我就自己想了一下我就粗估 如果是我自己的話一整天在便利商店買足 我一天的健身餐大概要花四百多塊 我還不知道但是我預計我自己要四百多塊 那這個問題呢 我先來問問看我們健身房的教練們 欸米扁教練 伯伯 哈囉 要是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一個成年男性 他如果要在便利商店 一整天健身餐要在超商便利商店解決 你就一天下來要花多少錢 吃 不能太垃圾吧 不能因為碳水脂肪跟那個蛋白質比例要抓 對那我覺得大概要抓到的話 我覺得大概至少要四百五 四百到四百五 所以你最低是你覺得四百就可以買到 對四百一整天 大概兩千一 對差不多的熱量 對對對一整天 我覺得光是我自己 一餐可能最少也要一百五 那如果是一個七十五公斤的話 可能一餐抓個兩百二十塊 這樣可能一天要五百塊 喔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 你自己一整天可能要四百五十塊 一餐一百五 早餐可能比較便宜一點 早餐可能八十塊解決 對 他可能 女生可能 三百三百八 四百以內可以解決 但是以 TDE2200來說 你覺得可能要五百多 五百多 至少要四百 四百多吧 四百多 對 所以你的答案是 四百五好了 四百五 三四百 三四百至少 三四百 我覺得三四百超好 三四百 所以你的答案是 三四百 應該夠 三四百應該夠 對 喔 OK OK 好的 那所有的教練們呢 都回答完這個答案 哇 落差非常的大 四百到五百多都有 那麼到底 誰是今天的估價王呢 我現在呢 就要馬上到 健身房最近的便利商店去 實測看看 買足我一整天的健身餐 一般的便當 來一個 最後一根香蕉 大家也知道嘛 就是健身的人 這個雞胸肉已經算是標配 直接不演了 我直接抓三個 地瓜 不錯 優良的探索 我以為你要拿 火肉優衣在哪裡 火肉優衣 減仍該 沒有不喝 減仍該 不喝 不太喝酒 不太喝酒 茶碗蒸 這個個人喜好 非常喜歡吃蛋料理 對 喔 好啦 香草 香草烤 烤雞沙拉 這個 不錯 這個也可以來一下 有菜又有蛋白質 有菜又有蛋白質 你說的太對了 我覺得我這個組合 熱量有點太低了 我必須再找一個 熱量高一點 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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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量714 這個卡里飯 卡里飯來一下 這個是熱量大補貼 好 接著我們去挑一下喝的吧 挑一下喝的 無加糖濃豆漿 可以吧 哇 這個蛋白質 蛋白質 19.1 太棒了 買單買單 我們那個 購物回來了 這些呢 就是我剛去便利商店買 買足我一整天 要吃的健身餐 以我自身來說 我的TDE大概落在2200 那 碳水比蛋白質 比脂肪的比例大約是 50%比30%比20% 也就是說呢 我要吃到262.5克的碳水 157.5克的蛋白質 46.6克的脂肪 首先呢 我早餐的部分 我會選擇 雞胸肉 然後配上一份烤雞沙拉 非常簡單啦 就是 早上呢 我自己個人是比較不喜歡 攝入那麼多的脂肪 所以 這兩個加起來都是低脂的 高蛋白質 然後碳水大概 也不會到太高啦 大家有沒有覺得 早上吃太多 會覺得 一早頭就暈暈的感覺 我自己是比較敏感的 而且我通常自己是 午餐之後才開始重訓 然後才 吃晚餐 所以 早餐我的碳水 其實不會攝取那麼多 非常簡單就是 蔬菜 配雞胸肉 配 雞胸肉 雞胸肉 雞胸裡面都有雞胸肉 沒辦法 就是雞胸肉 它就是 以健身的人來說 它的 蛋白質的性價比 真的 就是很高 所以剛才你的早餐就是 這兩樣 不再加碼了嗎 就 就這樣 好 就這樣 這兩樣加起來多少錢 早餐就要128塊 你早餐就下重燈了 其實也沒什麼啊 對不對 但我必須得說 便利商店賣的東西 真的 就是會比一般你自己 可能 準備自己備餐 要再貴一點點 因為它賣的是什麼 方便 所以就會 金額會拉高一點 這樣子128塊 就是我的早餐 懶人就得一點付錢 對 你買方便嘛 對不對 時間 來到了 午餐時間 放飯 登登 午餐的話我會選擇 豆漿 香蕉 雞胸肉 還有我剛買的這個 咖哩飯 對 嗯 這個量其實 蠻大的哦 因為就像我講的嘛 我的健身會安排在 午餐之後 所以這一餐 我會攝取 比較多的 比較大量的碳水 碳水化合物的比例會拉高 來讓我 重訓的時候 這個體力比較好 耐力比較強一點 卡里飯 這個很補 這個一盒 714大卡 所以說熱量主要靠這個來塞哦 對我今天一整天熱量真的這個是最最主要的 那如果不吃卡里飯 可以用什麼感覺 哇 不吃卡里飯然後你要吃到熱量很高 因為我會選這個卡里飯呢 單純是因為它的熱量很高 它的我看一下 這個卡里飯它的脂肪就 20.4了 光脂肪就快200大卡 碳水化合物呢就108.6 它碳水化合物呢就 哇 就也是400多大卡 蛋白質24 是 蛋白質你看哦 這個東西它的熱量那麼高 但是它蛋白質呢 比不上一塊雞胸肉 所以呢我就會用雞胸肉來補 然後 這香蕉呢基本上也是 來補碳水啦 那也是我個人的喜好 那豆漿呢 你知道中餐 就會想要配飲料 對不對 那飲料呢我就選這個豆漿 對 概概如果你現在減脂肌的話 你是不是就不會選這個卡里飯 對 我如果減脂肌的話 對因為它主要是充 充我熱量嘛 那減脂肌的話 我一般會在比 我這一餐 少掉3到400大卡 對我就可以不用 吃到 熱量這麼高的 這個卡里飯 改成這樣子 你的中餐加起來多少錢 我的中餐呢結算金額 180幾塊 比想像中的低對不對 因為我在北部 我真的覺得北部的 實價真的是 比外縣市要再高一點 就通常很容易大家 買個中午就可能花200多在吃飯 那 以這樣來說其實180幾塊我覺得在便利商店搞定 算是還行 真的還OK 大家要來吃晚餐了嗎 這就是我的 戀後餐 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呢會吃一個 便當 小便當 然後 配一塊雞胸肉 個人的喜好 我最愛的茶碗蒸 然後地瓜 這些呢就是我的晚餐選擇 大家看到我的碳水化合物呢 幾乎都是集中在 我的戀前的午餐跟戀後的晚餐 我的午餐呢我的碳水會是一天之中最高的 這是因為我需要能量 我需要能量來健身 那戀後呢 戀後也是蛋白質搭配碳水 來幫助我身體做一個修復 這個小便當的部分 因為像貨架上面有靈魂滿目的便當 你會挑選什麼樣的便當 現在很方便 他便利商店有賣健身類的餐盒 他是比較脂肪沒有那麼高的 那我自己在挑的話 像我剛去買 他健身餐盒沒了 所以我就選擇一個 雞腿的 其實通常 我不會去挑帶皮的肉 就算我今天買 這個雞腿便當吃 我可能也會把皮去挑掉 對有點太油 太油膩了 油膩 那這個蒸蛋這個選擇 他跟水族在比起來 兩個直接怎麼樣 其實我跟你們說 圓形食物呢 你的烹飪方式越簡單 他能保留的營養素越高 越好 所以水族蛋會比較好 對 水族蛋會比較好 但是 茶葉蛋 我真的很愛吃 茶葉蛋 我沒有那麼喜歡吃茶葉蛋 因為茶葉蛋它 你知道嗎 它在電鍋裡面 滷了很久 煮很久 然後那個蛋黃都乾乾粉粉的 所以 越簡單越好 那這個地瓜在碳水裡面算是一個 怎麼樣的選擇 你說 它是碳水中的什麼存在嗎 它是一個碳水之中 就是纖維質蠻高的存在 但是它同時也是糖分偏高的存在 所以呢 我其實自己在蒸雞的時候 會選擇地瓜 或是維持的時候會選擇地瓜 那平常在減脂的時候 我其實也不會吃那麼多的地瓜 有些地瓜真的 太甜了 太甜 糖分太高了 我本身是螞蟻人 但是就是 吃糖我真的很明顯 身體的發炎反應 會維持比較久一點 大家看這樣子 今天的晚餐多少錢呢 晚餐結算 217塊 哇 三餐裡面 哇 綁手啊 破200了 破200了 晚餐很豐盛喔 沒錯沒錯 所以呢 早餐午餐晚餐加起來呢 我今天一整天的總金額 525塊 我們恭喜這個 CARA教練 真的是 接近喔 吃貨一個 蓋伊我發現你 今天光在便利店買 你就買了3塊雞胸肉 要補充蛋白質的健能 一定要這麼三本嗎 當然還是有 比較沒那麼商本的方式 沒錯 接下來呢 我就要推薦我自己平常會吃的 雞胸肉 我先跟大家算一下 你看喔 我如果在便利店商店買 3塊雞胸肉 我一天要花180塊 像這樣1塊59元嘛 它的蛋白質 25.4公克 我這樣算下來 平均 1克的蛋白質要快2元 但是 如果你是吃越劍3的雞胸肉呢 哇 你在官網買喔 你還可以輸入我的 折扣碼 GY1224-88 這樣換算下來 一塊越劍3的雞胸肉 它的 價錢呢 會大約在60元左右 那它的蛋白質呢 44.2 一塊喔 44.2 這樣算下來呢 一公克的蛋白質 大概 1.3塊 1.多塊 對 這樣子 相較之下 就差了快兩倍喔 對啊 是不是 你這個 買兩塊 我越劍3 一塊就搞定 那你還不輸入該的折扣碼 省更多 嘿嘿嘿 影片的最後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 CP值超高的越劍3 雞胸肉 他們最近啊 有推出活動喔 他們出了黑卡 一張要 3699元 欸怎麼樣 黑卡興奮了嗎 雞胸肉竟然還出黑卡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你輸入該我的折扣碼 GY1224-88 一張只要 3255元喔 好料就是 首先呢 那你只要購買黑卡 就可以任選贈送 100公克的雞胸肉 30包 或是200公克的雞胸肉 20包 並且享有 一整年雞胸肉 買一送一的資格 那買一送一呢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喔 一包只要50元 你就可以擁有大約45公克的蛋白質 真的是 但是 真心 推薦給 我們健身朋友 或是你需要大量蛋白質的人 最後呢 要再提醒大家 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購買黑卡結帳時呢 一定要輸入 就是蓋伊我的折扣碼 GY1224-88 才能幫你 省更多 補充 滿滿的蛋白質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簡改一 我們下次見 掰掰